字幕《字幕》,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罗sir羅振邦博士 是智裁投資學會的課程中監 歡迎大家收看我們的智裁TV 我們今日講述到是技術分析教學的 由大家來講想重溫我們的鰻陽燭 及一些支持阻力線的系列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的第一集、第二集都可以的 里面都讲及到一些技术分析教学的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讲简单移动平均线的运用 MA的状况 其实平均线来说可以分开有四个选择的 第一个是简单移动平均线 MA 第二个是加权移动平均线 WMA 第三个来说是指数平滑儿童平均线 当中来说叫EMA 第四个来说是指数平滑儿童移动平均线 MACD 有四个不同的选择 当然来说简单的阶段就是第一个 MA 如果大家来说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住订阅 订阅方面是免费 和按旁边的小铃铛 你会收到最快的影片上载资料 如果喜欢的话就给我们一个赞 还有介绍给你的朋友 还有一个分享 简单移动平均线 简单移动平均线 我们讲到这个平均线里面 第一个要留意到 用什么数字作为计算 我们计算的数字是要收市价作为计算 用收市价 第二个要留意到就是日数的算是多少 日数的状况 一般有时会用到就是5日 20日 50日 100日 250日 这些都是标准数字来的 有两个可以留意到的 第一个方法 我们就用收市价对比平均线 用收市价对比平均线 第二个方法来说就是平均线对平均线 怎样平均线对平均线呢 我们分别有一个短期平均线 对远期平均线 什么叫短 什么叫圆 我们比如用10叫短的 20就叫远期了 10对比20 所以用平均线来说有两个方法的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刑部一幕的显示是怎样的 大家看看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我们加个简单移动平均线 叫MA的数字 我们加个数字来说 其实现在首先会看一个 20天的平均数先的 20天的数字 其他这些就不需要了 简简单单先看一个 20天的数字来说 我会用个蓝色再显示的 蓝色再显示 就是20天的平均线 好 就是这一条 我们形容就是说收市价 向上突破了20天平均线 我们叫买入 跌破了就叫沽出 升破买入 跌破沽出 于是者再买入 再沽出 还不知就说以收市价 作一个升破 考虑买入 跌破作沽出 不过这个方法是否那么好 不是那么好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有些五沙线的状况 可以拿下来 又向上 好像这个也是 所以用分析方法里面 用平均线对平均线 下高会好些 五沙线放会少些 那两条平均线 红色那条 我们就当一个 叫做十天平均线 那就好了 有两条线了 十天的快线这部分 升破20天的慢线 蓝色这条 我们叫买入 好 这个走势直上 到这里来说 先跌下来 十天的平均线跌破20天 我们当一个沽出 即是升破买入 跌破沽出 两条平均线的对比来说 就涨了很多 所以大家如果想用平均线 就用一个快的平均线 一个慢的平均线 例如所说的 就是10和20的对比 这个也是一个挺好的方法 加权移动平均线 是更加好用的 我自己个人来说 其实简单移动平均线 NMA 我就不喜欢用的 里面有缺点的 不过为什么我们刚才 会讲及到这个指标呢 因为坊间很多时候 一些投资的分析者 一些分析员 有时都会讲及这个指标 所以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方法是怎样的 我个人喜欢用的 叫做加权移动平均线 叫WMA 为什么说这个会更加好呢 因为简单移动平均线 它每天的基数 大家的比重是一样的 它会分开重要与否的状况 但加权移动平均线 会分开的 什么叫分开呢 它们会分开 最近那天的比重越大 越远期那天的比重越低 这个状况来讲是有效的 因为影响到我们未来走势 是今天比早20日之前的 所以这个方法 加权移动平均线 我更加喜欢用的 如果大家来讲 喜欢我们今集内容 记得订阅 订阅 订阅方面是免费的 还有按下旁边的小铃 你会收到最快的资料 另外喜欢的 就给我们一个like 你的like很有意思 代表喜欢 我们会再努力制作 下一集的内容 和和朋友分享一下 好了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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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